他們認為說我們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例如像人啊 或是說像是 他從那一分去說是不是都是 像你看 樹是從土裡面長出來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樹根是從土變成的 所以土是基本元素 每個人都要呼吸 所以風是基本元素 對不對 很多東西要變化就是要用火去烤 所以火是基本元素 對不對 然後你要喝水 植物要澆水 所以水是基本元素 所以古時候的人會說 風 事實上是四大元素 風 火 土 水 水 這四大元素 可是我們還發現 事實上樹木是從土長出來的 所以並不是土變的啊 那是怎麼變的 種子 種子是土裡面的其他有些細微的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土 或是家裡面有看到灰塵 或是目前你有看到各地方的灰塵 是什麼 灰塵到底是什麼 灰塵 灰塵是什麼土 沙子 沙子還有呢 五角色木 五角色木 還有呢 無法被分解的東西 無法被分解的東西 一定是無法被分解嗎 還有一些鐵 至少如果說你在家裡面的灰塵 地上的灰塵 大概有百分七八十都是我們人的皮屑 身體的皮膚 皮膚 頭髮掉下去它慢慢的變得 屑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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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屑 那些沙子從哪邊來 沙子從哪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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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為什麼沙子有那麼多沙子 傳統中有一個人 他拿聚寶盆不才掉沙子去 沙子不斷產生更多的沙子 是這樣嗎 對啊 我認識喔 我不知道 那你過傳說為什麼沒做過 就是這樣子啊 我聽說都是這樣的 你聽說是這樣子啊 OK 反正是傳說 好啦 聽說是因為 那個 石頭破壞 我覺得不會爆弄那些上級那麼大 停 天啊 這個太多人 那情況不要都舉手一下 岩石頭 岩石頭 對岩石 陳佑剛剛講 那個石頭風化 是 土壤塩化 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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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塩化 跟沙子不太有關係 應該說 那些沙子是 石頭大石頭變小石頭 再更小的時候 再更小的時候 再變成 更小的時候 變小的時候 變小 在過程當中 是個風化 風化的過程 那風化過程當中 很多都不一樣 風化過程也有點 比如說 結果風在吹 風吹起來之後呢 狂風暴雨 狂風之下 把這小沙子 撞到大石頭 撞上去之後 就大石頭就被撞裂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太陽 曬到石頭 石頭就膨脹 晚上很冷 收縮 欸 就這位先生 你膨脹到那邊收縮 他在那邊走我後門 他說 他說我走後門 停 我不要去這些東西 我不要去這些 好不好 我不要去這些 什麼啦 你自己擠起來 不然你在做你 然後這石頭就慢慢的變碎屑 就變小石頭 所以我們要看到 這些小石頭 就是我們 可是這小石頭 事實上已經包含太多成分了 好像剛剛有講到蜘蛛生物 事實上蜘蛛沒有可能 就是小的動物 死掉了屍體 那石頭上面也就是 石頭 所以我們看到就像沙子一樣 像譬如說海邊 你看那些 沙子有沒有 就是白沙 白沙灣 就是海灘沙灘 沙灘那個時候挖起來 裡面大概有一半 它是什麼 石器 什麼樣的石器 那些動物的石 動物的石器 有些小貝殼 對不對 有些它殼碎裂 它殼都是錫嘛 嗯 錫所組成的 對不對 所以讓我們大部分看到的東西 都是從 因為這麼久以來 像它在月球上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石頭 沙子 就是沙子 它是因為純粹是太陽 照太陽 然後膨脹的時候 都是碎裂的東西 但在地球表面就不是 地球表面幾乎所有的沙子 有可能大半以上都是 動物的屍體 或只有的屍體 OK 但這些東西都怎麼樣 都可以再被分解 像剛剛前語講說 不能被分解 實際上是 應該說可以被分解 大部分我們這樣有看的東西 都不是以元素方式存在 所有元素就是說 我們後來客人在研究說 那是真的只有風 火 土 木這四個元素嗎 我實際上不是的 它實際上是 我說後面 可以可以可以 它實際上更多的基本元素是 是更 就是不是這麼基 土不是一個基本元素 真的我 我是不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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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元素 我是個現象 我不是個物質 我基本上我不能 現在不能給我 教它 是個物質 所以我們來去分解說 到底是 我們所有東西是怎麼組成的 所以可以一臺細教 去探教它 我們把這些東西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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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然後看它怎麼 這樣是怎麼 穴ί knots 穴穴 穴穴 穴 穴穴 穴穴 穴穴穴 我們在這裡切割呢 切割呢 就沒了 原子不能切割 原子不能切割嗎 原子不能切割嗎 原子不可切割嗎 原子不能切割 原子不能切割 現在是在歐洲的 強子對裝機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想把原子做切割 他們就是想把原子做切割 他們就是把原子 一個原子不能切割 所以他用另外一個 直指 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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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到去近光速 撞到原子 那是聽說的 我們不要一直聽說 你如果要講話講具體一點 不要聽說 太多聽說 聽說 他說什麼 有具體的 要講一下 我不知道 那為什麼早上黑道 所以說 這個經歷關你這樣講 讓我們 我在提醒各位一個事情 我們現在的人快會被新聞所牽的鼻子走 新聞說什麼 我們直接相信它是什麼 還好我都不看新聞 但是你 我提醒各位 就是你在看新聞的過程 因為現在太多假新聞了 現在太多太多假新聞了 假新聞呢 就是 很多人是捏到一個新聞 或者甚至他說 可能會怎麼樣 好像會怎麼樣 然後大家就有台語說 噢好像會這樣子 那怎麼辦 就像那個黑洞的事情也是這樣 所以科學不了解 就開始說 哎呀那個槍追蹤機 可能會造成黑洞 會把這個東西吸進去 我們潰收完蛋了 那反對啊 然後就變成一個新聞 然後就更多對科學不了解 就開始害怕 那害怕就更反對 對不對 現在太多事情是這樣的 就跟 有人講說 哎呀這個 太陽發電多好多好多 我們又可以取代核能發電 我們現在用八百太陽來取代核能發電 不一定好 對 那就是 可是新聞上寫 大部分就相信新聞上的專業 可是大家不知道現在新聞記者 真的大部分80%都是 對嘛 是合格 謝謝 是合格 都是老闆跟你講說 你要這樣學會節目 對對對 那結果呢 這些新聞就印象到大家說 哎 對喔對喔 看核能比較好 比核能發電好 所以又看看核能 我一定會用核能 OK 這我不算各位表態 我忘記的表態 但是 但是我們就想 那到底新聞講的是不是不對 我們心裡要保持一個懷疑 好不好 19% 回來了 所以 OK 沒有沒有 這個不管寫正面 我現在只是講說 不要對一個新聞 他說了什麼 就是相信他 要保持一個科學上的懷疑態度 好 原子 會不會被 想被這個很加速到 機區逆光束的 狀況 會怎麼樣 就是 會碎裂 那也就是 就是碎裂 碎裂完之後 當一個原子被破壞之後 它產生什麼東西 他們是讓它找一個人 它有例子 不是 就是上帝的例子 上帝的例子 對不對 然後再找一個 到底我們這些 所有的物質是怎麼誕生的 去找這個 找這個東西 那 有沒有找到呢 沒有找到了 那這個學說是幾十年前 一個科學家提出來的 西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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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這個 假說 提出這個假說 我們剛才講過 假說被提出來之後 要怎麼辦 要證明它 可是這二三十年來 一直沒有辦法 我們證明它 直到這個歐洲 對 因為沒有科學 我們的科學的技術 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所以沒有辦法證明它 我們現在的技術 沒有達到 現在有達到啦 所以牆子就這邊做出來 已經證明它存在 蛤 對 已經證明它存在之後 所以 你真的有什麼 撞手的動作 那牆子對中梯啊 牆子對中梯 已經做好了 做好了 對 做好了 那大概 大概 四五年前開始 運作 OK 因為我們就在光速很快 趨近光速 趨近光速 不到光速 然後光速其實很簡單 觀眾很難 我拿手電筒一照 你看就光速了 哈哈 好爛的格 不是嗎 我在說一個東西 讓它變成光速耶 對 它其實它就是 你知道嗎 槍最用力是 整個半徑 整個那個周長 大概幾十公米的一個圓周 它中間很多磁場 它加入的目標就是一顆直指 直指有多小 非常非常小 就是一顆直指 圓直指 繞好幾片之後 撞到另外一些植子 一些原子 這樣子 所以 那也是蠻花錢的啦 但是那個實驗就是 我們要提到 別人毫無意義 不會毫無意義 它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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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有得到證明它 證明它 就是 上帝的粒子是存在的 上帝的粒子 好 這是一種說法 上帝的粒子 好 好 這些研究都在證明說 我們的物質的基本存在是什麼 以前那種說 這是塑膠 所以它裡面有碳原子 它可以去分清 裡面有碳原子 裡面有氫原子 裡面有氫原子 裡面有氧原子 然後就 然後就分清不下去了 然後就往下走 原子裡面有中子 有直指 有墊子 就這樣子 浩瀉了 那直指裡面到底要什麼 那中子裡面到底要什麼 那墊子裡面還有什麼別的東西 不 care 有的 care 結果有的想去研究說 到底所有東西都是什麼東西 實際上 這是一種好奇心 科學家 我覺得跟我們一般可能比較不一樣 只是在說 它的好奇心一直存在 所以它一直想去聊天 為什麼 為什麼 譬如說 我們 細胞跟細胞 長出來之後 它兩個細胞連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塊肉 類似一下一塊肉 對不對 那細胞跟細胞分開之後 它可不可以再長來一起 那我在問你們 啊 你剛剛講的 我們皮膚在長 在成長 是不是會長出新的細胞 新的細胞跟最後的細胞 是不是點在一起 就變成你的皮膚或你的肉 對啊 那這個細胞如果不小心分開 可以再把它擺回去再長來一起嗎 不能啊 可以 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 可以就有可以的理由 不行就不行的道理 但是如果要太小胖應該不行 如果要太小胖應該不行 如果要太小胖應該不行 如果要太小胖應該可以吧 像如果有人什麼 皮膚的醫治嗎 嗯哼 那種情況比較大 那種 本身的身邊力比較強的以外 可以 那其他 那一小塊一小串那種 那不然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那不然活下去一下就滑了吧 OK 其實我其實問這個問題 事實上 可以沒有可以的道理 不可以又不可以的道理 那事實上兩個都從不存在 那事實上自己的講 就是說我現在只想提出一個想法 就是說欸 也許有些對這些皮膚再生有想要好奇的人 他就開始做研究了 所以我們所有科學發展都基於一個好奇心 你對一個東西有好奇心 他就開始發展 像菲曼博士他其他就蠻有貢獻的 菲曼博士 菲曼博士 菲曼博士有幾本書後面也有 有一本書叫做 菲曼先生 別鬧了菲曼先生 或者說你管別人怎麼想 這兩本書 他其實比較 比較有名的科普的書 那他很有趣 他後面 他比較老年的時候 他後來有傳聞說 菲曼博士你這麼多的成就 你有什麼想法 他說其實我覺得不好意思 他說因為其實我這麼多成就 事實上我覺得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 而且有這麼多人拿錢給我做這個研究 讓我覺得很開心 結果他喜歡的東西 他想去研究他 事實上他的研究是對人有幫助的 所以很多政府部門啊 研究機構就給他錢 然後持續做研究 所以說只是因為他 其實他說我在做這個研究 事實上只是基本上想滿足個人的好奇心 他最終很想知道為什麼 所以他去研究他 那其實他滿有趣的 他有一次 他妹妹是做天文物理的 他做其他物理的 他是一個物理的家 他妹妹是做天文物理的 那有一次他就覺得好像 就好像類似放假告個段落 那他妹妹就說 他就想去問他妹妹在做什麼 他說拜託 你什麼都可以做 請你不要做天文物理 你做天文物理的話就沒辦事了 因為他太離合他做什麼東西 就是很快就可以想到一些新的想法 很有創意就對了 好 那所以他妹妹就不希望他介入天文物理 後來他真的也沒有去介入天文物理 但是貝邁國師就是他 一直保有一個好奇的事情 他做什麼 他現在有一次去巴西去演講 他就在那邊順便去顧駕 他就在那邊順便去那個巴西那個谷王 那邊什麼谷 班克谷什麼 森巴谷 森巴谷對 那他也打完錯了 現在他也有語文天本 他也會去幫你 不是幫你開手 去開人家的手 不用你的櫃子 你的櫃子沒有放一些機密東西 他就去開人搜 打開看看 要怎麼要鎖起來 他就在個另外一個場合就開 啊我覺得喔 剛剛看到這裡好像有什麼秘密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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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也是一個 有時候蠻白目的人這樣子 好好好 OK 那個 各位看課本喔 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就不講 你們要自己去查 譬如說生活中 藏出去的八種元素 什麼是元素 知道吧 我們來簡單解釋 就是他組成 我們剛剛那個程翰講到說不能再分解的一個最小的結構 沒有錯 在我們一般的物理跟化別實驗之下不能再分解就是原子 那原子有多種 有什麼金的原子 金原子 氧原子 鐵原子 銅原子 鋁原子 銅原子 銅原子 什麼 撞爆是哪一種 撞爆是什麼意思 剛剛這槍子叫什麼體鑽 噢 他那個 我不知道撞什麼 應該是撞 我不知道 其實是假說 好 所有的原子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原子 那我們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看到原子是因為大部分的原子都不穩定 所以他必須跟別人的愛情 好 就好像說 嗯 呃 舉這個例子當然沒有什麼特別的這個含義 但是就是 比如說 這個上帝造的有男有女 就會自然會結合成為夫妻 大部分是這樣子 是 OK OK 好 可是 因為現在多元成家嘛 就是反上帝的存在 沒有沒有沒有 多元成家 我只說 這是一個 就像 氧跟氧 它會結合變成氧分子嘛 中間公食子跟母食子 那個變出來 它就是會 你拿 就會小心出來 嗯 類似 可是 之後已經寫出來 就根本就不一樣 氧跟氫結合 會變成水分子 氧跟氧結合 會變氧分子 所以只要是多於一個以上的原子 去組合的 我們就說叫做分子 那有單原子分子 譬如像 氦氣 氦南亞二三中 在元素周期表 你看課本的最後面 有一個元素周期表 來 打開一下 有 在後面 在後面 有元素周期表 等一下我就寫這個 就是發生一件事 沒有 好 在課本的後面 有一個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裡面 你可以看到最 右邊的 那一 直列 快來 拿一拿二千 囉 不行 你拿什麼 你拿這隻 架石用書 哇 哇靠 欸 架石用書 快要把你拿到 哈哈 哈哈 他有什麼 在哪 在哪 沒有 應該是被撕掉了吧 我記得後面應該都是油吧 怎麼可能撕掉 沒有 看到後面 沒有 好 我這個元素都還沒拿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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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嗎 沒中期表 你那個沒有中期表 對 靠的 那OK 我看 我上的 我上的 喔 三上的 哪三上的 沒有 沒關係 你後面找一下 二下的 二上 欸 二上 欸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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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第二排 第二排 那個 元素都已經表 你看 最用編的那一排 叫做鈍器 他是單個原子 自己會單個存在的 因為他是 他是一個穩定的 穩定的特徵 哇 他是一個穩定的元素 所以他不需要跟別人化合 他不需要跟別人在一起 所以他在自然間 他是可以單個存在的 那像有些元素比較穩定的 他有一些元素比較穩定的 譬如說什麼 你們猜猜看 比較穩定的 所有的比較穩定 就是他不需要跟別人結合 也就是他自然是可以 看起來 他可以永久 比較永久存在的 金啊 金子就是了 所以為什麼說金子比較有價值 為什麼會 我帶個鐵 會不會有帶個鐵戒指 還是我先拿那個二下的 OK 我們要是要 有週記錄就可以 沒關係 銀 也比較頓感 但是 但是他偶爾不會 他還是慢慢會反應 是蛋漆 什麼 蛋漆 蛋漆是雙原子分子 它是兩個蛋在一起的 我問你喔 這個 金跟銀是同一分子 對 為什麼金就比較穩 它就是元素特性 每個元素有個元素特性 我沒辦法告訴你一定怎麼樣 金的東西比較小 金的東西比較小 所以他就是蛋 對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說 元素 火性 跟它的頓感 是類似一個正反比的變價 你越火性越大的金屬 它就越不頓感 它越變到別人反應 火性越大的 它就越來越變反應 越鈍感的,就是活性越低的 它就越不需要跟別人反應 在我們元素都比表來講 這一個足,它是比較鈍感的 第一個元素是什麼? I 第二個元素是什麼? 第三個元素 I K K K怎麼寫? K K怎麼寫? KR K K是KR 你先呢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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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 RN 這一組是我們叫做鈍器 是因為它非常的不活性 非常的不喜歡跟別人反應 所以它可以在空間中單停存在 它不需要跟別人反應 但是它可不可以跟別人反應 可以啊 可以 為什麼? 我 我從沒聽過好像不可以 沒有,我說可以 應該它是可以的啦 不是 一般來講就是 就是 你拿強力膠 給它連在一起 它就反應了嘛 這種概念 就是說 你給它多一點能量 你上來才可以 迫使它跟別人反應 尤其是後面的這些 前面這些是不容易跟別人反應 但是後面這些 因為原子比較大 所以可以強迫它跟別人做電子交換 強迫你 強迫它跟別人做電子交換 所以它就可以反應 但是基本上它是單的 就是可以存在 不需要跟別人反應 好 那中間有一個叫做 金 金是什麼? A G 銀是A U 好 這不是吧 A U是金吧 好我剛剛有寫電子 A U是金 銀是A A U是金 A G是銀 對對對 好 金跟銀是比較鈍感的 所以我們在 一般日常中的東西 我帶金式 因為金是帶的 你可以擁有都是 像是黃黃的亮亮的樣子 而且很瘦 但是 但是沒有人會帶鐵 你看這鐵電子很好 為什麼 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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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多久那個金 然後那個價值 沒多久那個鐵電子變 就變鐵色 秀 秀掉了 就變鐵灰色 鐵灰色 有的是拿鐵的鐵藉色 來不休閒 大家為什麼跟別人帶 好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稀有性 我們會認為它很珍貴 就是稀有性 怎麼會有鐵藉色 有 金質在整個自然界的存在非常少 所以你要去找 比如我現在是國家 我這個國家想要取得有價值 像以前古時候他用什麼當中錢 貝殼 因為古時候的人他不去到海邊 所以他貝殼很像是很稀少的 所以他可以拿貝殼去做交易 賺 就賺半歲 可是後來知道說 這東西在自然界的身上是比較多的 所以他就不會拿貝殼當成金 破幣了 他就拿一個不容易找到的 像一開始一種找銅 銅出來 銅板 銅金錢 那後來銅那也蠻多的 就開始用銅啊 用金啊 當成 當太重了 那在後面進化到什麼 紙 用紙 那紙的貝殼就不一樣了 紙的貝殼建立在什麼身上 他的雷射調整 是嗎 所以我只要拿一張紙拿去有雷射調整 他就是變得有價值 我只要拿一個紙 別人不能copy方位技術在裡面 他就變成有價值的 他什麼叫做 他什麼叫做 別人認可他 他有價值就別認可他 一個是 一個是有價值 一個是保證 一個是 別人認可他 今天我今天拿一個 新台幣一千塊的 到非洲去 我想買一個蘋果 他說這是啥 這是殺 殺 這是錢 你拿去換錢 你殺了 你拿個紙要跟我買蘋果 那沒辦法 對不起 他不能接受 他也不能信用這張錢 是有價值的東西 對不對 這張錢的幣沒有用 可以拿個金子 我這個金戒指跟你換個蘋果 可不可以 白癡 當地弄金套 我不信他會換 可是我看 我看他們那個金子都很多 有些輪帶真的 那就算很多還是可以換錢 我才不要拿我的金子 金子在全世界他有一個 慢慢的他會有什麼價格 我看這個 他會漲價跟不會漲價的金 金什麼東東 金子會漲 聽 你要講 不要講個不知道的東西 要講個清楚的東西 好不好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東東 OK 你們會覺得 這個什麼東東 然後呢 要怎麼進去 好 給你回來 所以你拿金子 金子在全世界他會有一個 比較 因為金子目前在整個全世界 他流通量就是慢慢的固定了 他的量很少 他的藏量很少 他的藏量很少 我藏量 我講的不是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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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是藏 全世界的藏量是有限 而且他不會再增加的 那不會再增加 不會再無限運用 他說今天 今天就好像是 其實基本上 目前做的 有兩個他會改變 一個只有兩個層 什麼一個有兩個層 還說奇怪的話 這個金子在全世界 運常量是固定的 目前呢 是確定固定 就跟石油一樣 他現在運常量那麼多 所以你越用越少 金子呢 基本上會越用越少 因為沒有人會拿金子去用 你金子要怎麼用 金箔 吃掉 金箔 但是你吃掉之後 他還存在哪 金箔 蠟燭 對 蠟燭 這以後我們跟 化分詞 掏鬚對不對 對 應該不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金子 基本上你吃了 你排出來他的金子 他並不會跟別人的反應 太多 但是他量很少 那損失的量 所以金子呢 基本上在整個地球 他的量也會減少 所以金子變成 人家是可以保值 因為他不容易反應 他可以保值 好 那有些國家呢 就會說 好了那我今天存了這麼多金子 所以發行了這麼多貨幣 所以這貨幣一張貨幣 相當於多少金子 所以這貨幣是有價值的 你可以等同的價值 這是一般叫金本會的概念 所以我去發行貨幣的過程 然後我必須有金子 來當那個 當那個肺 所以那我今天跟你 去銀行借錢 銀行一定說 那你要什麼擔保 預計 我要房子擔保 或者車子擔保 我就可以借錢 那你 國家要發行貨幣 這支先 他自己要先準備一個金子 當成一個擔保 所以我發行一百萬 我一定給我銀行裡面 就一百萬的金子 所以隨時人家拿錢回來 我如果真的沒有換錢 我可以拿金子換給他 是有價值的 但是有一個國家 不是這樣子 有任何國家是比較 美國就是 就像陳奕幣 信用 我沒有金子 但是我就可以 誒那個 陳奕 陳奕 這張紙代表五千塊 債券拿 你可以隨便拿 如果換五千塊 然後這是債券的意思 不是債券 這是貨幣 美國的貨幣相當於債券 貨幣的概念 是那種債券的概念 就是那種債券的貨幣 貨幣的概念 某種程度 就是這種債券 就是這種債券 我譬如 我給 我多年發營養錢給兒子 這三千塊給你 這樣我就欠他三千塊 他隨時可以拿三千塊 來跟我換他等值的東西 對不對 就讓這個國家發行一些 債券 一些債一樣 譬如說今天 你工作了 老闆說 這個月薪水 22K 我拿22K 就相當於說 這個國家欠我22K 所以你可以拿這22K 所以就是換食物 換衣服 對不對 換新的遊戲 對啊 換遊戲 22K 問你說這22K 能讓我們苦過那個月嗎 謝謝我們知道 這個沒關係 好回來 然後呢 所以第一題呢 就是請各位去想 在你生活中 有多少元素 又是幹的元素 怎麼沒有 沒有 有吧 有 我講元素 對 我們呼吸的氧氣 也是一種元素啊 沒有 有 好 那元素表就好了 元素周期表 但是元素周期表 沒有告訴他 他是幹什麼用的 周期多少 課本上有 那本是也有 對對對 這是可惡 既然開外掛 好 沒關係 對 沒關係 就好 就是請你們各位 把課本看一看 把那個 寫一寫 然後 第二題是 金屬元素的特色是什麼 一種外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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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 我們是比較傾向大的鼻手發言 如果沒有鼻手發言 經過 我們就先聽他講 沒關係 大家一起 真的一起講 這位 這位同學 今天你尊重我的發言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你講 有光澤 有光澤 導電 然後 到一定溫度的時候 可以容易 一定溫度 然後咧 好 就這樣 好 還有 等一下 自己 除了孔以外 肌膚都是固體的 OK 然後 有淹耐性 OK 非常好 好 沒有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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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來 回來 你看 我們討論一下 剛剛所講的 剛剛自宇所說的 它是有基礎光澤 比較亮的 對不對 一般基礎的特徵是讓你比較亮 問一下有沒有非基礎比較亮 什麼 非基礎比較亮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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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石除了鑽石之外,其他不是元素嗎? 零 懂嗎? 鑽石跟鑽石不一樣 聽 寶石是很多種東西,都叫寶石 鑽石是寶石中的一種成 鑽石是其中的一種 也是也是 紅寶石、藍寶石、水晶 鑽石是Diamond 寶石是所有有價值的荒物的總稱,叫寶石 鑽石是其中一種 裡面可能有紅寶石、藍寶石 這些都叫寶石 但是紅寶石、藍寶石不是元素 好,你說 水 OK,水也不吸元素 水不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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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的是金屬元素 金屬的元素 元素,金屬的元素 所以剛剛講的一個是有光澤 有光澤是同式特質 我現在只講 我是說從這個課中來看別的事情而已 來,你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想要馬上那個 把它那個角這個改一下 OK 如果改成說 把它切開之後 都具有金屬光澤 對 那 就另外一個名詞了 對 那如果我們一切開 切開一剎那 切開那剎 一下子有金屬光澤 那過一會沒有金屬光澤 那過一會沒有金屬光澤 OK,非常好 它變成不是元素了 它變成化物了 再一個是 剛剛那個 志余講的 金屬大部分都具有導電性 對不對 這是對的 那有沒有非金屬具有導電性 有 炭 舉個力好不好 舉個手好嗎 好,炭 炭 炭都具有導電性嗎 石墨 石墨 石墨的青菜有導電性 你說 銅 銅是費金屬 但不要說 沒有 正這樣 他要在乎 這裡吃三回 在裡面是裡面石墨 對,鉛筆的 銅杏怎麼樣 銅杏 銅杏正常來講不會導電 銅杏是難 不但銅杏是半導體 銅杏是難 不但銅杏是半導體 來,回來 在金屬跟非金屬之間 金屬是導電 對不對 非金屬是不導電 對 但是導電跟不導電之間有一個叫做半導體的東西 半導體 半導體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比較難 有時候會比較難界定它真正的這個 到底是金屬還是雷金屬 比較難界定 類金屬 對 類金屬 現在有新的名叫類金屬 好 我們先不討論類金屬 先不討論 好 那剛剛講到金屬 你剛剛來講第三個是什麼 金屬的特徵是什麼 具有光澤導電性 光澤導電性還有呢 延展性 延展性 延展性是自己也講的 好 金屬具有延展性 這是目前來講看起來只有金屬比較具有延展性 其他東西沒有 非金屬沒有延展性 我想講粉絲就類似煉甜那種意思 就是中華 加熱啊 好 謝謝你 所以延展性是什麼 舉個例好不好 延展性是什麼 延展性應該是可以 延展性應該是可以 延展 這是哪招啊 開玩笑的 變大什麼意思 延展性的意思 延展性的意思很多 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講到變大 真的啊 其實沒有變大是變大 他其實沒有 你所謂變大那個是 這個 什麼變大 比較多的 變大 變大 好拉拉拉 你會做變大 變大 就是延展性的概念 是我今天拿個 好 變大 變大現在成效器 火槍檔 火槍檔 你可以感覺上是變形 可是用黏在一起 變形就黏在一起 對不對 百變快 來 基礎熱的就是現場 你比如說像你看過那個 呃 電影或者是 現場的打鐵房 電他們的電劍 你有沒有 電影燒一燒 這樣這樣這樣 打開哪 耳機顯得 牙拉燈 欸 這就是這個 有劍子 先把劍起來 這就是我劍 燒劍 沒有啊 這只有單個耳機而已 欸那是我的 這你啊 這我的就在這裡 靠腰 這可是在房間 不知道 這只有在這邊 有空 你可能是上面 就放這邊的打招 靠腰 我真的帶著他 清清東西欸 你有沒有在這邊嗎 我沒有啊 那怎麼可能在那裡 剛剛怎麼可能在那裡 髒 耳機長巧 好 OK OKOKOK 好 親屬的演展示就是說 你說的演展示就是 魂箭頭 弄麵團 要拿如果黏黏土 我黏土可以說一說 麻煩拍屏 邊邊的邊邊的 邊邊的稀稀的 對不對 基礎大部分有這種特質 所以像我們 看那個煉箭師 鑄箭師 它就是箭 加溫之後 它用敲敲敲 它箭會變平 會變扁扁的 可以變長一點 變薄一點 它事實上 剛剛講面積變大是對的 但體積沒有變大 而且甚至在你這個延長做的地方 體積可能會縮小 因為它會擠壓 我們上次討論過 所謂的可壓縮性跟不可壓縮性 你記不記得 有 金屬是讓它某種 可壓縮性 它在這樣 敲敲打打 延展的過程中 它會稍微縮小它的體積 它變成起壓的過程 會縮小體積 它的延展性 那非金屬就比較少看 延展性 非金屬通常比較臭 因為像鉛筆 剛剛那個 基層拿那個鉛筆 鉛筆會變碎 它比較容易碎掉 像木頭 木頭也是一樣 木頭主要成為裡面 比較多的纖維質的東西 像非金屬的元素還什麼 非金屬的元素還什麼 非金屬的元素還什麼 非金屬的元素 又像硫 硫 硫就有分兩種 硫在行程的時候 它會分 比較脆的結晶 跟比較有彈性的結晶 有彈性叫做彈性硫 它結晶的時候的條件不一樣 會產生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 它基本上 它就算有點小小的彈性 但它不是延展性 它只是 有點彈一彈的感覺 有點軟軟的感覺 但它沒辦法延展 好 那非金屬特徵是什麼 等一下回來 剛才有講一個 金屬特徵還有一個說 基本上 都是固體 除了那個 狗 對 對 對 OK 那個條件比較好 所以剛剛那個 陳剛講到說 沒有氣體的金屬 這個 這樣講法 比較 不正確 是因為少了一件條件 應該說 常溫 常壓私下 沒有 沒有氣體的金屬 但是 假如我把誤度加很高 我的壓力是比較小的 我就有可能 產生氣體的金屬 噢 噢 金屬還是可以變氣體 然後就可以把它打到 然後就可以去 比這裡 拿到一點 最後想起來 剛剛你剛才說 金屬 負面金屬 金屬 你怎麼樣 蛤 好 有一個說法說 金屬會融化 金屬會融化 對不對 像金屬剛才會融化 對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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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語剛才講的 字語講金屬會融化 好那問題 非金屬會融化 會 會 所以融化不是金屬的特徵 會融化 所有東西都會融化 皮膚會不會融化 會 皮膚也會融化 但在融化之前 你會不會融化 會啊 會啊 石頭會不會融化 會啊 都會融化 會啊 金屬融化 只想 對 對 對 所以都是一樣的 所有物質三態就是存在的啊 物質三態是一樣的 金屬 液體 氣體 液體 液體 物體 都是一樣的 只是融點的高低而已 不是啊 我只是說 以後把一個動物拿去燒一燒 就變成灰了 好 那是看到什麼反應啊 如果你把動物燒一燒的過程當中 是在沒有癢的情況之下 他不經常會變成灰了 他沒有來燒的情況之下 他不經常會變成灰了 他可能是這種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一塊豬肉 豬肉 在鍋子裡面 他變什麼 他變油啊 變油嘛 豬油啊 他會被烤豬肉 對 豬油 豬油不會變成灰啊 豬油變成灰嗎 他不會 就變灰了 他是變豬油 但是溫度條件不一樣 你溫度條件再高 他可能變成灰 同樣的 金屬 你的溫度條件再高 他只要碰到氧氣 他變灰 譬如說 鎂 你拿鎂去在高溫之下 他變成什麼 變洋花鎂 洋花鎂就是白色的灰 白色的灰燼 一樣啊 會變灰燼 要看刀子變成灰燼的話 就這樣去看 未來接的片頭去 刀子 變成灰燼 對 以後 油奶就會開始的灰燼 說 就是阿水的灰燼 這個 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好 第四個 原子在課本上的表面 有一些講說 原子的發洩 跟原子的一個想法 過程當中 這個道爾頓他發現說 好像原子裡面應該不是 就是他的結構到底是什麼 大家猜 到底物質的組成結構是什麼 所以道爾頓他提出他的假說 然後來呢 這個湯姆森又做一些修正 那我這邊請各位去課本上查一下 他這兩個說法到底哪裡不一樣 去想一下他到底哪裡不一樣 課本上有他的說法 把這兩個說法看一遍 把他的不一樣的地方寫下來 想課 好 第五個是 元素符號 再來看道具表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一個簡單的一個寫法 是這樣寫的 譬如說 X呢 代表是元素的本身 這個代表代號是什麼 像我們剛剛講的 元素做地表的這邊 H1是hine 這個是什麼 這個元素是什麼 新 對不對 好 好 好 我們 先下課一下一下 然後 等下把這部分講完之後 我們就做一個小試驗 好 好 我要上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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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